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通过传统文化 不是光看 光听 光去想 是你看到每个都是有情感的 是有情感在里面的 所以有的时候 包括我们有时候了解一个皇帝 你更深入的了解他以后 你会被他感动 你会为他 你会为他所当的这个皇帝 你会替他委屈 就任何人和就是我们 也可能是我们想象的 但是任何人和太多的情感 就全都出来了 就比如讲路顺之跟董和菲的那一期 顺之皇帝的 对于他自己人生的态度和勇敢 就是让我很感受很深的 就是他身为一国之君 然后还能去下定决心自己选择自己的人生 不管是因为爱情也好 还是为了百姓也好 还是为了亲情也好 因为任何 他知道在他人生中最重要的是什么 他知道他想要的是什么 并且他勇敢的去做 我觉得这是 起码在我的理解 我觉得这是对现代人来讲 一个挺难的一件事 就是可能我们总在讨论一个话题 就是你知道你自己真正想要什么 你OK就算你知道了 你敢勇敢的去追逐他 对 所以在三百年前 就是在那一 那可是清代刚刚建立的时候 的第一个皇帝 就 就是 所以这种东西 就是拉近了跟现代人的 跟现代人的一个心灵上的一种沟通 他是那么想的 那种 他的那种想法会感染现代人 然后 我也 我也特别希望像他一样 能勇敢的面对自己的流程 其实 很多网友也特别想借着我们这个节目 问两位一些问题 比如说两位的都有一个身份 都是演员的身份 那 那演员的身份 给两位都带来了什么 那么 演员 对于一个演员而言 他的得失 我们怎么去平衡 嗯 其实是有点难对不对 问题有点大 有点大 我刚想说 这问题有点大 真的是 有的时候 做演员总是要牺牲一些时间和精力的 翻过头来 可能我们也会得到一些平衡的 读不到的一些 嗯 鲜花和掌声 所以在这 是 嗯 我觉得 怎么讲 嗯 可能大家觉得 可能我觉得大部分人觉得就是 我们这个职业如果 是 是 可是有更多的机会 就貌似是有更多的机会去享受鲜花和掌声 实际上 嗯 实际上很满 嗯 怎么看 我觉得很满 我相信哥哥也一定会觉得真的很满 就这是 就真的不是说 我当了演员就能享受鲜花和掌声 但是 可能有一个假象是 我们这个行业就是会享受鲜花和掌声 所以让大家可能觉得这个行业就是一个光彩或是荣誉加深或者是对头戴金冠的这么一个职业 嗯 就像 刚才哥哥说的这个就像钱龙一样 他应该是在坑前最好的一个皇帝 改成最好的一个时代 包括我们看到所有的文物只要看到那种 荣华复位 然后 然后各种宝石加深的那种 相信我一定是潜龙年间 但是 有了这些东西 你觉得他就没有自己真的想要的和追求的那个东西 你没有他就没有自己的痛苦和 和任何他一国之君都没有办法的事情 其实都不是这样 其实一个道理 但是我觉得 你又不能把这个行业夸大了 就不能说演员不容易 然后我们又还享受小花掌声 其实每个行业都一样 呃 演员也没 也并没有想着我们跟自己跟别人不一样 其实大家都一样 只不过可能 可能在我们有一些成就的时候 或者享受的带来的荣誉可能会把它放大 所以可能对于大家来说可能 演员是一个光彩亮丽的一个职业的 其实并不是 其实大家都是一样 呃 所以我觉得演员 我觉得对我带来的一个 我觉得得是让我有了更更敏感和更深刻的一种感触 其实对于对于诗我觉得有得不有诗 呃 就像我现在演的这个戏 我现在正在拍的一个戏 这个戏里演的就是个演员 里边有句台词我说 我觉得说的特别好 那句台词就是 就是每一个在奋斗的演员和在叫 就是你必须要抛下很多东西 比如亲情 比如爱情 比如时间 在你最好的年华 尤其是像可能做演员 演员一定都是在年轻的时候 这个会能拍的更多 会更有精力 会更有精力去奉献给这个职业 那在你最好的年华 没有了没有了谈恋爱的时间 没有了陪伴家人的时间 没有了自己这个这个享受生活的时间 然后去追逐这一份职业 我觉得这可能对我 对于我自己来讲 是一个小小的一个一个诗吧 嗯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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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